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盲女制服变态杀手》的犯罪电影《盲政》 秀雅是一名剑袭女警,和感情最好的弟弟相依为命 一晚弟弟从学校溜出来,准备和朋友的乐队一起参加演出 却被秀雅从酒吧抓了出来,之后将她靠在车上准备带回学校 但路上由于二人的争执发生了严重的车祸,秀雅被甩出车子受了重伤 而车子一半冲出高架桥,眼看弟弟命悬一线 秀雅却因视线模糊,没能及时将她救下 眼看着弟弟连同车子坠下大桥,身亡 秀雅因为此时失去了做警察的机会,同时也双目失明 三年后,她逐渐适应了在导盲犬小智的帮助下生活 第一次走出家门,到警校申请复学,却遭到拒绝 失落地走在路上,穿流布袭的车流让她无所适从 她来到和弟弟一起长大的福利院 院里的阿姨送了她一个电子感应器 如果有人靠近就会发出震动警报 倔强的秀雅拒绝使用 并在晚上坚持一个人回家 在车站错过了末班车后,她打电话叫车 此时下起大雨,秀雅等了很久 才有一辆轿车开过来 敏锐的秀雅马上发现这是一辆高档轿车 车里的环境和气味与普通的出租车不同 司机还递给秀雅一瓶咖啡 秀雅警觉地拒绝了 没想到司机突然发火,想要逼她喝下 正在这时,车子迎面撞上一个女人 但司机却告诉秀雅那是一条狗 秀雅听到后方有车来准备叫人报警 司机却将撞伤的女人装进后备箱离开 之后秀雅到警局报警 警察并不相信一个盲人说的话 但赵警官很快发现 秀雅的感知力远远超过普通人 仅凭声音和动作就能判断对方的年龄 于是赵警官决定相信秀雅 与她一起解决肇事逃逸的案子 秀雅判断一犯是个40岁左右的男人 驾驶豪华出租车 他们俩开始在出租车出入的地方调查 并发出悬赏令向目击者征集线索 一个送外卖的年轻男孩阿基来到警局 声称那晚自己曾经看到 有辆进口车从那条公路开过 这与秀雅判断的出租车信息相矛盾 赵警官由于偏见 认为阿基是为了悬赏才来的 于是将她赶走 但在回去的路上 秀雅根据赵警官的话得到启发 发现错的人是自己 那天她乘坐的就是一辆私家车 而那天开车的司机 其实是一个变态杀人犯 专门引诱单身女性上钩 用咖啡将对方迷晕后毒杀 那天本来想对秀雅下手 却中途被车祸打乱计划 而她在下山时看到了阿基 害怕自己被她认出 于是跟踪阿基想要灭口 但没有成功 阿基被她打伤头部住院 之后变态男通过秀雅一落的笔记 得到她的电话 继续打电话威胁她 秀雅担心阿基的安全 来到医院告诫她不要出去 阿基因为被警察误会的事 对秀雅心有怨气 根本不听她的劝告 但在地铁站上车时 阿基却远远看到变态男 跟在秀雅身后上了车 阿基忙给秀雅打电话 让她打开外置摄像头 通过镜头 阿基看到变态男 就坐在秀雅对面 一个是凶残的罪犯 一个是毫无还击之力的盲女 想要逃脱非常困难 秀雅一路上根据阿基的指示的路线 不断躲避追杀 好不容易逃到一个电梯里 却被变态男挤进电梯 给秀雅注射了麻醉药 秀雅很快晕了过去 正当要遭遇毒手时 导盲犬小志却死死咬住变态男 最终被变态男杀死 而秀雅也及时被人发现救下 变态男失手后非常愤怒 又抓了一个硬肇女 回去虐杀 秀雅醒来后 得知小志的死非常伤心 而阿基因为这件事 对秀雅有所改观 两人之间产生了姐弟一般的感情 而变态男 因为作案手法和使用的药物 暴露了自己是医生的身份 警察很快开始排查医院和诊所 但就在赵警官查到他的车子时 却被变态男先一步下手杀害 秀雅带着阿基躲藏到郊外的福利院 但变态男通过赵警官的电话 查到了这里 想要过去将两人杀死 晚上变态男潜入福利院 先是将阿基刺伤 之后秀雅凭借盲人的感知力 不停地躲藏 并给阿基紧急处理了伤口 之后她跟变态男周旋了很久 利用自己对环境的熟悉 将对方烧伤 并摸索着逃出房门 阿基从昏迷中醒来后 跟变态男继续搏斗 但很快就被变态男打倒 此时秀雅想起自己 曾经面对冰死的弟弟而无能为力 她决心一定要救阿基 于是她在地上摸起一块板砖 利用电子感应器 感觉变态男不断靠近 感应器的震动越来越强 秀雅瞄准机会 给了对方致命一击 最后警察赶到救走了两人 在这件事情以后 秀雅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而阿基也开始努力读书 最终考取了警校 孤独的两个人 最终成为了亲密的姐弟 故事玩 这部电影于2011年 在韩国上映 无论是情节设计 还是极常紧张的对峙场面 都非常的精彩 因此在后来被改编为 中国版电影《我是证人》 但是整体效果 都与原版相去甚远 推荐感兴趣的小伙伴 去看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感谢支持 下期再见